煮花生好吃又不变黑 关键的几个点你要记住了 要选用颗粒饱满的带皮鲜花生 一定要洗干净 洗净之后要在花生的顶端捏开一个口 便于在煮的时候 花生快速的成熟和入味 注意了 煮花生千万不能用铁器米 它是煮花生变黑的醉菊祸首 因为花生皮内含有丹净素 加热时铁元素反应生成单凝铁 是一种黑色物质 会附着在花生皮的表面 也是花生变黑的主要原因 但是它对人体倒是无害 为了避免以上的问题 我们选用不锈钢的器米 加入清水 加入食用盐 花椒 大料 干辣椒 等等 您喜欢吃的调料 加入洗干净的带皮花生 大火烧开 小火煮十分钟 关火 再泡上三十分钟 入味即可食用 因为所以 科学道理 请跟我一起随学随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